捷運新義縣東延段工程變更住宅區為土地開發區跨補捷主要計畫案及擬定台北市捷運新義縣東延段工程土地開發區跨補捷即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細部計畫案 請提案單位說明 各位委員大家早 先來由捷運工程局來為做報告 今天報告的案子是西伊東延段工程 主要計畫及西部計畫案 我們待會分幾個部分來做報告 首先針對計畫緣起 目前辦理的情形及發展現況 還有針對主要計畫內容 西部計畫內容做報告 還有目前的進度及經費 都計畫審核整個各位辦理的情形 還有針對第五次專案小組審台界的回應 還有人民曾經意見處理說明的一個重整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來照程序來做報告 第二個部分 計畫緣起 捷運新義縣東延段在行政院在99年2月12號就已經核定了 環境影響說明書的訂稿部分在97年3月7號也獲行政院環保署的一個統一備查 那本方案呢 我們是接續的新義縣的向山站 圍軌的東端 然後以高音量系統地下化的方式來做延伸 那沿著新義路的六段 在26到76巷之間呢 我們會增設一個R04的車站 到廣池博愛越的前方呢 福德街的下方 我們也會有一個R03的車站 然後在R03的車站呢 配合營運調度呢 我們會有一個橫路線的設置 然後在R03車站以東方向來講 繼續沿著用潛頓的一個工法來 由福德街大道路口 然後沿著中坡南路一直到玉城公園的下方為止 會有一個圍軌的部分來做除車使用 那整個路線長度呢 大概是1.54公里左右 所以有設置兩座地下車站 那整個都就要發展一個現況來做說明 那由 我也可以看右邊這一張 我們整個都市計畫目前使用的分區的示意圖來說明 其實R04的車站呢 它是在新義路的六段 它在松德路口到76巷口之間呢 這個路行呢 是只有23公尺寬 那兩側人行道呢 大概只有1.5公尺 那可是出76巷以後呢 到松山路口之間呢 就只剩下18公尺 而且兩側是沒有人行道的布設 在這個R04車站的沿線兩側呢 大部分都是5樓以下的房主為主 但部分也是有7層樓的住宅 那一個住商混能的形態 除了在松有公園之外呢 車站兩側呢 大概主要還是以第三種住宅區為主 那在R03車站部位來講呢 它是在廣池不愛園區的一個前方福德街 目前的寬度呢 是25公尺寬度 兩側呢 已經到了 大概也有2.5公尺寬度 那在中坡南路與東 到福德街的話呢 這一段呢 就已經縮減為11公尺了 那車站的一個北側呢 原來是廣池不愛園的機關用地 那目前已經變更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還有工業用地以及商業區 商山特這三塊 那車站的南側呢 主要還是以五樓以下的住宅區為主 是第三個住宅區 下一眼 那我們先來報告我們這一次的主要計劃的內容 分兩部分來講 有計劃目標與計劃原則 與計劃定義的內容 那首先針對計劃目標來講 我們主要一 為都市邊際地區來注入一個新的活力 第二呢 落實永續發展與健康城市的構想 那在原則來講 我們是要來落實大眾捷運 大眾運輸導向的一個都市發展 就是TOT的規劃 以及設計的理念 強化友善人本的活動空間 以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 適當提高 提高土地使用效能 還有垂直混合使用 增加捷運的運量 然後友善的行人步道 以及開放空間的提供 然後地區意向的行程 當然最主要還是綠色交通的動線 還有停放空間等等 下一頁 那在這一次來講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計劃內容呢 主要是捷運 這塊捷運 它是在西路六段與六十五項交通的西側 它是一個住宅區 後續的辦理的計劃方式呢 是以土一開發區捷的方式來做辦理 那面積是510比方公尺 變更理由來講 我們設置捷運的出入口 以及相關的設施使用 並還是辦理土一開發的基地 那主要地號呢 會有泳村二小段一七二三零二三零五等三比地號 那在捷運的部分呢 也是在新路六段七六項交口 它是在西側 目前也住台區 也是以土一開發區的方式來做辦理 那整個面積是3328平方公尺 它就會有包海的出入口 還有通風井 以及像轉成設施等相關的設施使用 下一頁 圖 圖下一頁 這是圓公展的方案呢 我們在北側的捷運呢 是3771米平方 那這次新計劃呢 我們也依照著專案小組的一個決議 我們也將捷運用地呢 說解為剛剛所提到的新的計劃 五百一十平方公尺 這是原來的情形 那原因主要是因為 在原來的捷運用地範圍內呢 地上物產權呢 是非常複雜的 大概四種的情形都會有 而且訴訟已經達四十多年了 主要是因為沒有土地的話呢 就無法來享有土地開發的效益 所以屬於有屋無地 或是無屋無地的事物呢 就堅決反對來納入地的開發就辦理 也因為這樣的情形 這圖面這樣現況的情形 這一個部分就是松台公寓的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是用五百一十平公尺 是這一塊的五層樓的一個住宅 下一頁 然後我們在 這個就是我們 南側的部分 南側部分的一個用地現況的情形 下一頁 然後這個七層樓的房子呢 目前也是在 我們的土地開發區的半個月內 下一頁 再來這部報告 R03撤探的一個多數計畫的變更內容 我們也是在 福德街137項挑口的一個西側呢 我們有在住宅區的部分來辦理土地開發 面積3844米公尺 主要捷運的設施內容裡的出入口 通風景 以及相關的設施來做使用 那整個土地面積呢 土地呢 有五三比這個私人的土地 下一頁 那這是目前的一個現況 大概是四層樓 三、四層樓 就住住 住在區 下一頁 以上的部分呢 是主要計畫的一個範圍 以及它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針對西部計畫的內容來做說明 主要分為五個部分 有計畫的構想 還有獨立使用分析管制內容 還有獨立更新的情形 還有容易獎勵及高度的放寬 最後是獨立設計的一個管制內容 下一頁 那在土地使用部分來講呢 本計畫是透過交通建設來帶動整個商業發展 所以土地開發區結呢 我們有三處基地 未來開發後呢 除了維持原住宅使用之外呢 低樓層我們會供應商業來做使用 為沿線的周邊老舊住宅區呢 來注入一個新的一個活力 那在土地開發區覺得隆基放寬的部分來講 原來這三米基地呢 大概都屬於第三個住宅區 現況以四五層樓這個老舊住宅區為主 那部分呢 是夾雜的七層樓的建築物 那原建築隆基呢 大部分都大於基準的隆基 所以為了保障原住戶的居住品質 提高土地所有權能 配合捷運設施來參與土地開發的意願呢 來避免增收私有的土地 增加土地有效利用及改善生活環境呢 我們就將基地呢 來放寬容積及到一個高度比 那當然 針對我們這個路線來講 也有一些屬於地下穿越的部分 那我們針對地下穿越的一個結果來講呢 我們也依照土地更新條例 第七條規定呢 將這個結構來劃定為更新地區 並給予地下穿越融體的獎勵 以鼓勵該等結構更新的改善建 那在地下穿越部分來做個說明 我們這邊來放浮點 那整個地下穿越來講呢 會有兩兩段 一個是R04車站的東側 這個我剛剛有提到的不說明 這段的路段呢 是因為變成了18公尺的寬度 那原來在23公尺就要來布設車站 那車站呢又配合其他 配合前面的並線呢 它是一個導射車站的一個布設方式 所以說在靠近所謂的東側這一塊的一個 地下軌道部分出來呢 就必須要穿越到這個下方 那我們主要的工法還是用前鎮工法來做的 那目前的工法是想像是做的 非常安全的工法 那整個穿越的深度來看呢 大概是在16到20公尺之間 那後續我們在以為 援我們的網立呢 也會針對屏屋 助理這家穿越市場的安全 來確保未來更新改進的一個權益 那考量 這是我們目前的情況情形 剛剛所提到 這邊是23公尺官司 這邊是18米 所以我們會沿著這個部分呢 大概前面兩到三公尺的地方 會有一個隧道 會從它的16到20公尺 來做穿越 下一頁 那另外一個穿越的部分呢 是在R03車站 的一個後面圍軌的部分 那主要也是 主要是考慮到我們在工展期間的時候呢 這個設計呢 大概長度會有170公尺的長度 這樣子一個地下穿越 必須要經過的一個接鍋型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考慮到說 配合我們將車站 來做西移25公尺 也就將前方的R03車站 做調整 以及調整局部的軌道線型 以後呢 我們將路線呢 盡量沿著重波南路 來做步步設 調整地下穿越的負數呢 就由12棟 減少了5棟 那結構的穿越的面積呢 也有2200平方公尺呢 大幅的減少了733平方公尺 也就是 這是下一頁 對我們修正過後呢 我們就將現行做調整 車站來做調整 來配合 將穿越的部分呢 來縮減到目前來講 縮減到最小的一個範圍 也就是圖片上 現在所提到的 修正版的一個方案 那當然呢 圍軌的部分呢 因為福德街轉中波南路的 像這個地方 街道會要去轉彎 所以目前採高運量的一個 捷運的一個正線 最小的一個平曲線 也就是轉彎半徑 以200公尺來做步設 所以仍然我們剛剛所提到 還是有部分 必須要穿越到民房的下方 下一頁 那這就是我們在R03車站的部分來講 它大概 副主深度呢 大概有7.5公尺 整個深度呢 將有21公尺 21公尺下方 比剛剛那段還要再深 下一頁 那當然我們也針對了 這一次也針對 地條穿越的補償 在這次計畫裡面 也特別來針對它 我們來提供一個 大眾捷運系統路線 使用土地 上空的地條穿越 處理 以及什麼辦法呢 就穿越深度及面積基準計算後呢 我們會發放所謂的 穿越獲得補償費 包含了土地 還有進入的部分 那當然 我們也在這一次的計畫案裡面呢 特別一定也將 這幾個有穿越的結構呢 我們來劃定為都市更新的地區 下一頁 那在土地使用的一個管制來講呢 我們使用強度來講 本計畫所畫設的土地開發區解 剛剛所提到的三處基地呢 主要是供捷運設施的一個 捷運設施使用 像包含穿越啊 隧道穿越 出入口 通風口 還有轉移設等相關設施的使用 才土地開發方式來做辦理 那捷運設施的部分呢 就不計入容積來做計算 那使用強度呢 我們捷運的部分呢 鑑幣不超過665% 那基準農基率是不超過225% 那在捷運的部分呢 第三種住宅區呢 捷運的部分呢 是不超過50% 那基準農基率是不超過225% 那在捷運三的部分呢 也是鑑幣不超過50% 那基準農基率是不超過225% 那捷運為什麼要特別比較高一點 就剛剛所提到 因為它基率只有510公尺 那我們為了要讓這塊基地呢 提供土地的那個 情況之下呢 也能夠辦理土地開發 所以我們也將這個基地呢 鑑幣設備提高 下一步 那據一代使用項目而言呢 我們 除了依照 土地使用分析管制制度條例 第三種住宅區的規定辦理之外呢 為了帶動周邊地區整個商業的發展 建築地面一二樓 我們要做 應做第三個住宅區所允許的 或者副條件允許的商業使用 且不受副條件允許使用 和準標準的羅程限制 那在土地開發區結 其餘未規定的呢 當然就是以土地開發區的規定管制規則 而支持條例第三種住宅區 規定來做辦理 下一頁 剛剛所提到都市更新地區 穿越經過我們縮減之後 還有包括我們原來R04的一個東側呢 我們大概就有ABCD 有四個 四個解剖 我們來劃定都市更新的一個範圍 下一頁 那針對榮基獎勵以及高度放寬呢 來做個說明 那土地開發區結了榮基獎勵呢 為確保土地開發後 原住戶的居住品質 結束到土地開發不確定性 以及鼓勵民眾參與當中期的系統 所以針對我們本計劃三處土地開發基地呢 我們的榮基呢 得以來作為放寬 那放寬的榮基項目的主要說明是有三項 第一項 原建築榮基如果高於基準榮基者 當然就是以原建築榮基來做計算 那直接就合給基準榮基百分之五十的讀計劃獎勵 第三呢 當然依當中結業系統 培發辦法合給榮基獎勵 那整個公式呢 由這張圖形看出來說 一般的公司 更新大概就是法定榮基 大概是原來的法定榮基呢 加上更新獎勵大概是0.3 那我們本來提出來的方案呢 是連開加更新 也就是法定榮基的一之外呢 更新獎勵估雇0.3 結獎加督獎呢 估最高是0.5 是這樣的請求 但這個部分來講 結獎跟督獎呢 是不是分為二分之一 那在老舊專案裡面來講的話呢 是法定榮基一之外呢 更新獎勵有0.5 專案呢 獎勵也有0.8 那我們這一次呢 也在市府跟民眾陳情建議 還有專案小組委的一個要求之下呢 我們也在做一個評估來做提高 那最後我們這個提高方案呢 在本次計劃